甲南冰湾是串年分年到二台南四冠市重要的角色 过去四冠市广东几位分家家人的局长联算 办理下至艺术节 今年四冠市再度合作 邀请到两位七点人 邱俊达叶玉军 一到甲南冰湾为主党 几位12%的天空的敌点 不仅当在信仰文化中心胜大来展出 今年我们延续移动剧作的概念 然后再跟这个另一位策展人叶玉军合作 然后叫做这个12%的天空 那12%的天空的意思是说 迦南平原在台湾的土地面积里面 占了大概12%的比例 那我们等于是说用这个四个县市的一个最大的交集 就是迦南平原这个土地 然后去规划 规划我们怎么去通过艺术策展的方式 去重新观看这个土地上的风景 生活跟人的故事 12%的天空是七点人利用在天顶部的时下 来几位三大主地的电源 邀请44座国内外地名的艺术家 透过艺术的登演 共同的工作坊 又有行为表演叮叮 来充显加南平原的故事 今年策展人这个邱骏达老师跟叶玉君老师 尝试从一个空中的角度 我们从空中来俯瞰这个嘉南平原 然后并且带来三个主题 包括平洋飞行 节气光谱 以及肉身拨暖 从这个飞行的角度 还有一些土地 人跟土地之间的关系 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去看我们整个嘉南平原的一个历史 文化跟风情 另外这次也有一个很特别的活动 透过冬山与南北两条 不一样的路由路线 配合到叶玉结束的創作 希望都会让优优 不一样的感受 欢迎大家注目 来叶玉的资料 请先来集中叶玉的体验 让天使无人奥为第一次贏了彩虹波兜